很多人都在问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却沦为疫情感染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美国政客为此承担责任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炎疾病 这同新冠病毒有什么关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即在美国出现 美方对此如何解释 为什么美方对德特里克堡 和全球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讳莫如深 从不回应 为什么美方要求情报部门 而不是科学家 去搞溯源研究 为什么美方不像中国一样 秉持公开透明科学的态度 邀请世卫专家赴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ij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如主